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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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如明天再办吧 没有? 行了,我看完就走了,你先走了 那好吧,明天见了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灰晶,没事吧?上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见得像我才会怀疑 你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帮你检查信封了 封口上的确有两种胶水 就是你的推断没错,有人拆过你的信 我估它是用风筒或者烫斗 利用热力和蒸气去用了原本的胶水 再用另一种胶水再封口 好 看什么? 你有什么吸引力 可以令那个人又跟踪你 又拆你的信 他还可能进过你的屋,但你又没事 如果我有事的话 你就会失去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 幸好你回来就做了 是时候用科学帮你反击的 我事先在行中游了烟光劑 只要有人跟你,你能踩到 疑犯也会踩到 还黑光灯照,他跑不掉了 你自己玩吧 这个是你的 这个应该是个疑犯的东西 来,掉头走了 辛苦你一发正直的东西出来 是施火的东西,好朋友 进去了,等我一会儿 好朋友 后面没有人 那就是嫌疑犯还在餐厅里面 那行动的东西 当然交给专业部门 长官,我们想报案 什么事? 我是发政部的高级发言师 我朋友怀疑被人跟踪 为了反跟踪的疑犯 我引他踩到螢光劑里面 还用黑光灯跟踪他的脚印 他那天进了这间餐厅 我和你们进去看看 先生,有什么事? 警察工作 你觉得是谁? 关灯也知道 麻烦你们设计关灯 好啊 警察工作,阻止大家 我们会关一关灯,谢谢 先生,麻烦你起床 小心 这么小心 竟然让你们用这种方法 反追踪回来 你们查案这么聰明 七年前又查不到真相 容许一宗冤案发生 小姐,对于这位先生造成的滋扰 有没有需要报案? 这次算了吧,长官 我认得你 是,你们七年前情侣自杀案 自杀不遂 最后被人定罪了你的当事人 谢谢你记得我,Dr.Fan 我叫长黑男 不过我要更正你的一件事 不是自杀案,是谋杀案 我放监之后 发现我女朋友在临死之前一天 买了一对新的跳舞鞋 一个会自杀的人,会不会这么做? 我找不到当时的法医黄永麒 是,你是他的助手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 你听人帮你的方法也挺特别的 不好意思 我要知道你是不是信得过 我记得这案子这案子 但是我不认为 当年我们发医卖有任何出错 而且今晚你说的话 也说服不了我 所以不好意思,这次我不会帮你 Dr.Fan,你帮我 我做伤害好朋友 怎么骗死你踩的,别人说了 Dr.Fan 我希望你看到我来找机器的资料 喂,肚饿了,吃饭 我等你去吃饭,Dr.Fan 膘斗 不要忘转唱 你硬 зак观看吧 我以后不知道要看看 我知道你剛做完心臟手術 我不是來叫你吃東西的 反而我有些事想請教你 你之前是不是跳舞蹈的 可不可以教我怎麼欣賞芭蕾舞 詩詩 荃醫生 好像好多了 是呀, 好多了 我聽姑娘說 原來你之前陷害我才去看芭蕾舞 這段時間, 感謝你一直陪我聊天 我才開始吃多點東西, 謝謝 你知道徐醫生有新女朋友嗎? 她之前是病人 不過被高層知道了 我現在說要調查 你還是跟病人分手吧 Brian, 我知道你是為我好 但我不覺得這件事 你或者醫院需要干涉 現在有人質疑你專業失德 你這樣下去, 不僅沒機會升職 甚至乎要釘牌 我沒有做違背良心的事 我和詩詩也是光明正弟 我不覺得需要妥協 就算因為敢而釘牌 我也沒什麼好說 你看看完你的遺書, 我才知道 原來我做了這麼多事 我都留不住, 我都留不住 我不想退了你 我不想讓你放得做醫生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封是我為你寫的遺書 進來你甚麼決定 我都會跟你在一起 我現在開始抽取遺報的殘餘物 嚴密血液養本一起拿去化驗 知道 Dr. Wong, 化驗報告出來了 好, 化驗報告出來了 胃部的殘餘物 驗到有士多啤梨和糯米 而血液含有大量的奈彩物 奈彩物? 是精神科藥物的成分 服用過量會引致癲癇和心慮不靜 死者的死因是撤死 證實是由藥物引致 幫我聯絡警方那邊 知道 請問你是不是曾經利用過醫生的身分 在醫院拿過奈彩物的藥物呢? 在你和死者的綠絲絲體內 我們都驗出了這種藥物成分 而且我們在死者家發現了你們的遺書 根據香港法例 第339章 殺人罪行條例第五條 我們現在就正式起訴你自殺協定罪 在ens 想問我嘛 我就最喜愛自己的 就知道我在這兒 他最喜悅的 我跟你一樣這麼有口味 喜歡的, 多喝幾杯 一定, 謝謝 來, 喝一杯, 喝一杯 你好, Philip 你好 我想Michelle今天對你的酒很滿意 你的酒品質那麼好 這次要多你幫我領級 才有機會在這個場合 介紹這麼好的酒給大家 你好… 你好嗎? 我們可以喝一杯酒喝酒嗎? 你好, Sir 有甚麼我可以幫忙嗎? 當然, 我們可以喝一杯酒喝酒 那是很好的幫忙 對, 但似乎你喝太多了 你願意休息嗎? 不, 大家可以喝一杯酒喝酒 一杯酒喝酒是一場派對 是一場派對 沒問題, 我明白了 我抱歉, 我會給你喝酒 我們可以喝酒喝酒 然後是一場派對 你做甚麼? 我會碰你一點, 只要一碰 你給我一杯酒喝酒嗎? 你可不可以停 我請你來在整個活動 招待我的客人, 不是得罪他們 不好意思, Michelle 你的客人有點罪, 她剛才… 我不想聽罰, 來這裡的都是我的朋友 Michelle, 你好嗎? 對不起 還有, 我跟你說過 女朋友要長頭髮、穿禮服 這樣才是優雅的 你看那個女孩子, 這麼短頭髮 Michelle, 我的同事 其實跟你一樣都是女孩子 她遇到這些事 並且會作出某些反應 可能會令客人有點不開心 但你相信我, 待會我就相信他 讓客人開開心心地走 相信我 如果你想罵, 待會再罵 你看, 很多奔俠看著, 沒看 算了, 有什麼解釋 待會上我房間慢慢說 沒事吧? 沒事, 你待會千萬不要上去 這麼辛苦才走出來 我待會自己跟他道歉 你也知道, 我現在不會的 知道 快點去把它擺乾淨 這裡交給我, 好嗎? 走吧, 快點 你的車還沒到嗎? 要不要等你嗎? 還有三分鐘而已 那好吧, 公司見 我們走吧 公司見, 再見 再見 那我先去找Michelle 你小心點 不用小心, 給她洗兩句就沒事了 你回去就小心 知道了 原來你的長頭髮真的挺漂亮 下次有這麼麻煩的事, 不要找我 不麻煩就不找你了 你好, 你們好 你好… 我第一次來, 你好 隨便參觀一下 你喜歡LINE嗎 LINE嗎 LINE是CY… 隨便坐 你為何坐了鄭Sir的位置 鄭Sir? 不好意思 不要緊, 私人, 你好 你第一次來 我介紹一下這裡給你聽 我們是失眠群組 大家也有失眠問題 所以會聚在一起 說什麼都可以 說最多的就是捕食你 經常告訴我們哪個宵夜好吃 令我們肥膩 總之大家抒發了失眠的壓力 這樣就沒問題了 你說一下, 你自己一塊笑 我介紹自己, 我叫Taya 為什麼我叫Taya呢? 是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經常覺得我失眠 應該是要很…Taya 他們就每個叫我Taya 對 職業來說, 我沒有一份正職 因為我是做很多事情的 現在人們叫Slashy 我有時是打鼓老師 有時是遊戲專業 有時又做P.L.的工作 總之有機會而我有興趣 我也會做的 我給我, Kat 你好, 我叫Kat 因為我失眠的時候 很喜歡到街上餵貓 所以他們每個都叫我貓 你好 我想知道你是為什麼失眠 還有你失眠了多久? 我其實已經失眠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且我吃安眠藥也吃得很累 所以我在網上看到你們這個群組 我就覺得不如來看看, 試一下 你想轉藥嗎?問我 我除了喜歡吃東西之外 我除了喜歡吃藥 我什麼都試過了 他差不多所有安眠藥都試過了 所以他的名字才叫保釋 那你們除了安眠藥之外 但是呢, 有沒有發現有什麼偏方 那些可以幫助我睡眠? 有 龍友大師 偏方… 偏方? 不是, 那又不要說偏方 因為失眠的原因, 每個人都不同 不如我分享一下 我對上一次睡得睡的經歷給大家 晚上睡不著就很喜歡拍照 我有一次就去了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聽說那裡很猛 我拍照拍得很晚 突然之間 我聽到一些風鈴聲在我耳邊響 啵啵啵啵啵 大概響了十多次 然後我睡著了 原來這是笑話 聽到我差點都想睡著 有, 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老婆, 如果你們待會兒出來 可不可以響風鈴聲? 因為我的朋友告訴我 響風鈴聲就一聲睡著了 對不起 我去別的地方 這裡? 為什麼? 你怎麼會走Ril 要怎樣的聲音? 你這樣就這樣吧 就是這樣的聲音 還要你不相信這些東西 沒辦法了 失眠失到人生的盡頭 什麼都要試一下 好嗎? 不用那麼灰 喝汽水吧 謝謝 給你一把新的 下次請你喝茶 其實你覺得為什麼 那些滾滾出來的時候 會有風鈴聲? 我們就像電影一樣 有些鋪排, 這樣才會恐怖 不過我想那些朋友 都不會打算嚇兩個不害怕的人 應該會挺嫌棄的 你聽不懂嗎? 聽不懂嗎? 有聲音 清清 很近 你聽不懂嗎? 有聲音 你聽不懂嗎? 原來有人都不是那麼害怕的 好 這是我的寶寶聲 不用我幫你叫車嗎? 我還以為有人不相信這些東西 我還以為有人不相信這些東西 你說我們今晚會不會真的聽到風鳴聲? 看來今晚還是吃白果了, 差不多了 你看, 其實我們今晚也不是沒有收獲 多大的太陽蛋 晚上? 我覺得比較像鹹蛋 一個鐘、一個鐘、一個鐘 也好, 等了一整晚也有個鹹蛋看看 喂? 頭, 有大件事 有一些私人 Lucas 就是有個警察 如果水公是70人75人 黑法ling gece Buk 今早她的工作人員發現她倒閉到屋室 所以報警 屋內的隔脈被人打開了 裡面的材物都 Nie Ferguson 懷疑是搶劫殺人 Lok Faye Lok Faye 鄭Sir, 死者的頸部有明顯的瘀痕 有被人勒過的痕跡 導致他的頸部血管瀾壓急性 造成眼球點狀出血 鼻腔也有血, 初步懷疑又被勒死 另外, 死者被勒死之後出現失禁 他的醫物上也有尿跡 我電話電腦線掃描過 在地上也找到小梁的尿液 你的頭呢?又不出現了? 又或是被人抄襲了? 不是, 師父剛好放假 還是他怕在現場見到屍體 所以不敢來? 又好希望在退休前 可以認真地見他做事一次 你就是鄭Sir? 是 你好, 我去高級法院師張世希 余Sir放假, 暫時有我接替他的工作 多謝你 謝謝你 跟他不是很好, 有禮貌, 一表人才 謝謝你, 教練 幸好你在, 我很害怕鄭Sir這類人 用正常態度做事就行了 你認真工作, 他也不會為難你了 過完這宗案件, 你就升職了 努力, 有什麼好支持你? 徐小姐要搭早機飛上海 我五時半上她的房間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門也沒有關好 那我就推門進去 誰知就看見她躺在地上 Michelle做生意, 手段那麼圓滑 應該不會那麼容易得罪人 我整晚搜到閘口, 除了派對有軍人士之外 沒有其他人出入過 你昨晚有沒有跟死者發生過爭執? Madam, 其實如果你在現場 你會覺得不是一個爭執 而是我被他罵 但是PRO被人罵很正常, 每天都會發生 如果因為這樣要殺人的話 我想你也很忙 那按髮時間你在哪裡做什麼? 那晚大概十二點半左右 我收工離開了 去了一個失眠群組的聚會 到了大概兩點多?兩點? 然後我就自己一個人跑去探險 整晚在探險?有沒有人證? 我有沒有人證? 昨晚一點到天亮, 我跟你在一起 是, 請問 你的同事說你的客人離開後 你們才離開 你肯定沒有其他人比你們辭職? 餵先生, 為甚麼弄傷臉 昨晚在派對搬東西的時候 不小心撞到脫柱裡 沒聽你的同事說起 他們離開後 我就回到豪宅那裡收拾東西 不小心撞到 那為甚麼只剩下你一個人 因為Michelle不滿意我其中一位同事的表現 那我就回去跟她解釋 解釋了之後她就沒事了 之後我跟她喝了一陣酒 我就走了 好了 餵先生, 你臉有傷口 我們安排你抽取DNA化驗 好 法醫推斷死者徐淑娟的死亡時間 是凌晨一點至兩點半 跟偉健幫宣稱的離開時間很接近 根據證人的口供 這個活動大約十二點半終結 然後徐淑娟自己回房間 除了偉健幫之外, 沒有人再見過他 好, 所有人裡面最有可疑的是偉健幫 最重要的是他明顯在說謊 昨晚點多鐘 我經過徐小姐的房間外面 聽到他在房間裡跟人吵架 我認得八聲 就是PRO公司的負責人 偉健幫錄口供的時候 完全沒有提及過這件事 很明顯他只要隱瞞他的行空動機 我們看過了豪則內外的所有消息TV 在案發時間前後 都沒有發現過其他可以人物 法政和法醫那邊, 有沒有發現? 暫時沒有 一鳴給阿檢 阿檢 阿檢, 這麼多證明我幫你忙嗎? 阿檢, 不用了, 你還有這麼多事 跟著發現證物交給我, 行嗎? 好, 交給你 先進去 鄭Sir 我突然間有些事想起 我看到一個可疑人 話說下班了 我搭的士下山的時候 看到一個穿著黑色衣服的人 走上山 因為太快了 所以在案發口供的時候, 我沒有想起 那你還記得起那個人有什麼特徵嗎? 真的聰明一聲, 我真的不記得 但是你不覺得很可疑嗎? 現在有兇殺案 晚上三更半夜 有個穿著黑色衣服的男人 我不知道是男還是女 這樣走上山 然後在山上只有你分享一間 沒有其他東西 你不覺得很可疑嗎? 行… 有可疑我們警方會查嗎 或許你再想清楚的時候 你再找你的同事下班 Dr.Van 你不認得我嗎? 你是… 我是上次在茶餐廳 幫你捉過跟蹤狂的女警 女士 你好, 我叫佛寶英 你叫我寶英就行了 這麼巧, 你今天來工作? 我家人其實是做殯儀的 Dr.Van 我等了你很久了 可否給我一點時間 又是你 有沒有看當年案件的資料 上次不是警告過你 不要再騷擾Dr.Van 我沒有騷擾他 你不覺得整件事有可疑嗎? 阿薛根本就不會自殺 不好意思 我是不會在這裡跟你討論這件事 如果你要繼續留在這裡 我不阻止你 不過請你不要阻止其他人 我先做事, 下次談 再見 你給小事… 先生 麻煩你離開 走吧 我說了你們不可以過去了 你只有你 鍾薏在上面, 我現在帶他走 不行的,先生 別這麼多事了 不行的,先生,先站住吧 不行的, 這樣他不可以去 冷靜點 不要 別… 你們不是來的 這裡不能進來的, 你們出去 二叔 他是我們叔父鍾薏 他在監獄走得這麼安心 給他臉 不要把他殺, 讓我們帶他走 根據法例, 再囚人士過身 無論任何原因, 家屬同意與否 都要接受家保調查 對於你來說, 是禮行公事 但是鍾薏不是 鍾薏最自豪的 就是在刀光劍影這麼多年 別被人殺我一刀 我今天怎樣都要保他前世 小姐, 我看你都好像說到事了 今天當給面我們, 給面中贏 不要拖 大姐姐 大姐, 請你 你走吧 好小子, 別這麼淺 不准, 放鬆, 放鬆 放鬆, 放鬆 放鬆, 放鬆 有沒有事 警察, 全部放鬆 放鬆, 過來 放鬆 有沒有乾淨的毛巾? 有 某柄 發生甚麼事? 他被解剖刀趾傷 報警, 開白車 探望他… 知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先生 知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我得看見他 這小子是甚麼事? 你真的看見他嗎? 我所謂的 泳池那種燒到有水味嗎? 女士, 麻煩帶帶其他人出去吧 我走 我投你出去 你用不著 你兩腳好就好 如果現在這裡真的有毒氣洩露 你也很危險 你喜歡照顧其他人, 明天交給我 盡我 紅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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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沒需要嗎? OK 你怎麼樣?哪裡不舒服? 肩膀很痛, 喝多氣, 還是不舒服 為什麼會這樣?短時間雜體中毒 欣人, 你看著這裡, 我進去看看 她怎麼樣? 刀箱傷到肝臟, 令大量出血 是, 我在她復父母受傷的地方 抽乾淨的血, 輸入她的身體 希望她能頂上白車 剛才那些不明的氣體 應該是剛才在混亂之中 倒死了漂白水是不是? 漂白水?混合了她的療液 所以產生了Clendon gas 是, 這是毒氣的成因 這次是我跟兄弟不穿 我沒想過會見血賴在重要裡的鬥 不過一單還一單 謝謝報應 謝謝師兄 走吧 但我警告你, 不要弄中爺 你敢在中爺身上劏一刀 我就在這塊臉上劏一刀 好, 什麼事? 沒事, 聊聊聊而已 這麼多聊聊, 過來下班吧 好, 謝謝醫生 沒事吧?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醫生, 有沒有想過幫徐克嵐? 是不是他跟你說了些什麼? 沒有 不過你剛才也看見 他為了救那個人 連自己的命都不要 他這麼珍惜生命 不像是一個會自殺的人 但就像剛才那人所說的 一單還一單 直覺告訴我 他是無辜 一定有冤情 為何你這麼肯定 你有沒有處理過一些屍體 是含恨而終的? 他們眼神裡有一種怨憤 長太男也有 你說長太男好像那種屍體一樣 那倒不是 不過如果當中真的有冤情 我們可以幫他還清白 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你可以保持這樣想 但我是個法醫 我只相信客觀的事實 和屍體上的證據 你今天回去 記得留意自己還有沒有不舒服 如果有就要去看醫生, 知道嗎 那我做事了 我掉了 我看你就要去看醫、 知道嗎 你都要去看醫生 以前遇見你去看醫生 賞心愛的問題 你不只會 你只是把心愛上 我不是嚇壞了嗎 为什么突然间 它断了线 看不到你的脸 怎么也看不见 你伤心的表现 无法再回到最初那天 就是那个下一天 我的世界已经在转变 爱也在消失不见 爱也不见